在1981年的时候,中国大陆有一则报道称,美国西点军校也在学雷锋,被中共利用来洗脑大众,大力热捧的雷锋风风靡到了海外。 这个消息已传出在当时可算是所谓的为国争光。 不过,经过了34年,作者出面道歉,说其实这只是西方愚人节的一个玩笑,一切都是假的。 34年前的一则西点军校学雷锋新闻,风传中国。 由于这则新闻,使得不少中国人去西点军校寻找美国人学雷锋的踪迹,留影照相。 西点军校多次辟谣无果,学校被搞得筋疲力尽。 34年后,原作者出面道歉,承认这是一条假新闻。 1月4日,退休的新华社记者李竹润发微博写道, 1981年愚人节,某外电播发消息,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,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。 我不加思索,便把它写进文章,数笔名离姓。 直到1997年,在读书杂志上看到李慎之揭露谎言的文章,才知道自己上了当。 李竹润承认,因为当时新华社的新闻受文革影响, 很多假大空的报道简直没法看。 于是,他想学习西方新闻理论和新闻写作。 当时刚好在4月1号愚人节那天, 他在和众国记社上看到一篇通讯, 写的是西点军校的学员薛雷锋。 他们不仅薛雷锋,而且还在学校里立了一个像等等。 于是,他就采用这个消息来源。 事实上,这是西方媒体在愚人节发布的应景新闻。 1月7号,解放军报刊文称, 雷锋画像曾张贴在西点军校课堂黑板上, 想要进行澄清。 对此,网友们并不买账。 网友时心眼250说, 人家都说是愚人节的闹剧了, 你们还跟着炒剩饭,真丢人。 在中国,雷锋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人物, 几十年来,雷锋就等同于好人好事。 中共的宣传造假欺骗了大陆无数民众。 有网友说,宣扬乐于助人的品德, 这个并没有错, 但是虚构夸大一个典型就没必要了。 谎言一旦拆穿,影响反而更恶劣。 据了解,仅仅活了22年的雷锋, 拍过六七百张照片, 雷锋入伍到死亡一共953天, 如此高频率的拍照又是如何办到的呢? 据大陆媒体披露, 当年为雷锋拍照的张俊和纪增回忆, 绝大多数都是他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上级指示创作的。 比如,雷锋在汽车驾驶室里读毛选的照片, 粮食、武器、方向盘, 以及雷锋握着冲锋枪, 戴着棉帽站在一排树前面的照片等等, 都是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摆拍出来的产物。 网络作家金楚表示, 欺骗人民是中共维持政权的伎俩, 在中国很多真实的新闻是不能报道的, 包括异议人士, 维权上访, 还有信仰迫害等等。 中共极权体制严密钳制人民的言论与思想, 很多西方国家的网络信息均被封锁。 由美国动态网公司所开发的自由门, 是当前最受中国网民欢迎与广泛使用的破网软件, 主要用来突破中共建立的防火长城, 帮助中国网民自由上网, 及时获得真实讯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